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真佛宗台北中观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佩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 连月上师跟我们分享 谈到了秘教有四步法 四步 行步 瑜伽步 以及无上秘步 那么请教连月上师 在传法的时候 传法上师也有分等级吗 好的 当然了 在秘教的修行分四步法 所以秘教的金刚上师 他是负责秘法的教授 所以也分为四个等级 那么这四个等级呢 就是阿瑟雷 大阿瑟雷 金刚大阿瑟雷 还有大持民金刚阿瑟雷 阿瑟雷就是金刚上师的意思 那么所谓的阿瑟雷呢 就是这位上师他明白四步法的仪柜 所以说四步法的仪柜 他完全明白能够完全的来教授大家修持四步法 那么这位金刚上师呢就是阿瑟雷 但是呢再往上一层就是大阿瑟雷 大阿瑟雷呢就是这位金刚上师他明白了并且修正了四步法跟行步法 所以呢他可以教授弟子四步法以及行步法的圆满教授 所以呢这位上师呢就是大阿瑟雷 那么另外一个阿瑟雷呢就是金刚大阿瑟雷 加上金刚两个字就不同了 我们知道金刚呢代表不动不坏不乱的本体 所以什么是最坚固的呢 任何一个物质的世界都是会承住坏空的 就拥有了空性 不动不坏不乱是最坚固的 所以呢金刚大阿瑟雷 冠上金刚两个字的阿瑟雷呢 他就是具足了四步行步以及瑜伽部的圆满修正 因为瑜伽部的圆满修正跟本尊都是同一体性的 无二无别的 所以称为金刚大阿瑟雷 那么最后呢最圆满的一位金刚上师呢 就是大驰名金刚阿瑟雷 就是大驰名金刚上师 那么当然我们明白大驰名金刚上师 一定要圆满四步法的一个修正 所以他才能够圆满的教法 尤其呢四步行步跟瑜伽部无上密步 这层层都有很多的口诀心要 如果没有经过自己的修正 他无法教授的 所以大驰名金刚阿瑟雷呢 是完成密教四步法的修正 并且可以圆满的教导弟子来修法的一位伟大的上师 那么我们知道在真佛中的根本传承上师 圣尊联僧活佛 就是一位大驰名金刚阿瑟雷 我们今天呢听到联僧活佛 为我们所开示的密宗道次第广论 我们就知道联僧活佛是一位实修实证的成就者 因为密宗道次第广论 跟菩提道次第广论 虽然这两部论呢都是宗克巴大师所写的 但是呢他们的层次呢是非常不同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在教授我们佛法的菩提心 他分为三世道的菩提心 下世道中世道跟上世道的菩提心 但是密宗道次第广论这一部论啊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在看这个电视听闻到密宗道次第广论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里面所用的文字 所有的一切繁琐的遗轨乃至于一切无上的口诀 如果不是由联僧活佛一一的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 用我们听得懂的这种观念来为我们解说的话 那么我们会跟这一部千古的大论呢是没有办法结上法源的 所以这一世呢我们能够由一位成就者为我们开讲密宗道次第广论 尤其我们这一部论呢即将啊进入尾身要圆满的制播了 那么在这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呢 我个人深深的啊一次又一次的震撼 原来千古的密法就是这样一页一页的被翻开 所有的口诀心要一页一页的被阐述的如此如此的珍贵跟清楚 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大持民金刚阿瑟黎最珍贵的连生活佛 当今所有密教的传法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然后一起来实修 感恩连月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全新第29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珍佛密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珍佛宗台北中关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佩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想要请教连月上师 我们知道密教非常的重视供养 是的 在世部法里面充满了供养的细节 那在修法当中也很重视供养 请教连月上师 密教的供养跟一般的供养有什么不同 好的 密教的供养跟一般的供养 最大的不同就是运用的心力不同 还有我们承设的供养呢 或许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差异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一般在道场或者是在庙宇 我们所供的供养呢 都是我们自己喜欢的 然后带到庙里面带到道场 那么就放在供桌上 就结束了我们的供养 但是呢密教的供养呢 他必须对我们所带的供养呢 去能够供养到圆满 佛菩萨跟护法他们的一切所欢喜 那么我们说呢 我们供养佛菩萨的供品 就以我们自己最喜欢的供品为主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如果供养金刚明王 供养护法 我们就要相应这个契机 要供养他们喜欢的 能够带给他们最大的power的供品 所以我们看到在密教的道场里面呢 我们的供品呢 会有酒跟肉 有时候有辣椒一些 比较辛辣 比较有力量的东西 那么这些供品呢 就是供养佛菩萨的 那么密教除了供品的不同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种不同的供养 那么我们常用的 所供养的就是大曼达法的供养 所谓的大曼达法呢 就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 我们敬备我们的供品 那么不管花香灯茶果或者是一颗苹果一包饼干 我们都要运用我们最虔诚的心 把这些所有你自己供养的供品呢 变化成一排一面 骗满整个虚空 那么当你的心力这样运用出去的时候呢 整个虚空中都骗满了 你所供养的一切的光明的能量 那么这个就是大曼达供养 那么密教呢 供养还有护魔 护魔呢 是密教三大成就法之一 那么我们在讲密教的修法是很微妙的 护魔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供养法 但是护魔法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供养法 它还有层层不同的层次 比如说外护魔是修供养 我们把所有的供品变成无边无境无量 来积聚一个行者的资粮 但是内护魔呢 它是修火 把这个外火引到自己的内火 而密护魔呢 是你跟祖尊合一在光明的状态里面 那么真如护魔呢 是完全化为空性 你光一个护魔法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一坛护魔法的衣柜 在修行者主法的过程当中 却有层层不同的层次 这个是非常微妙的 密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供养叫做慧供 慧供就是具备无边无量的法师来做供养 那么在忠克巴大师呢 他这一生当中 他做了好几次的会供 因为他有他的受障 就是他自己的寿命的障碍 那么他做了好几次 广大无边如实的会供 密教的供养呢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除了如实的供养之外呢 还有我们运用心力 运用一切的修行 从有到无的这种空性的供养 层层的圆满 这就是密教的供养 非常丰富有趣 是的 感恩连乐上市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全新第29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门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乐金刚上市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甘弥陀佛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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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